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嗎?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語力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這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 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你好 大家好 早前各大傳媒香港不斷地報道 藏室攻陷了首爾 傳聞由法國、英國、歐洲國家 9月份開始爆發了藏室 接著不久直卷亞洲 以南韓首爾為之最嚴重的情況下 在幾天之間 25個地區已經有7個地區出現了藏室 甚至乎市民、民眾 在乘客人的地方在乘客人都不敢坐 在乘客人上不敢坐 然後 因為 福祥回到南韓首爾 都是一個香港人熱門的地方 然後旅客就很害怕 擔心會否回到香港 帶了這些床室 乘搭飛機回到香港 還要在香港散播 因為始終香港的地方密集 還有很多劏房、农屋等居住環境之下 令到這個問題引起烘烘的出現 大條新聞 是的 很多人馬上有 而在報道上 有些在南韓的時候 有些病患者 都出現了嚴重症狀 根據專家的報道 其實這些床室是以吸血為主 但卻不會散播用的病毒 多久有撒菲的行動 吸了血後 或痕癢、癢癢、养癢 原因是肌肉、 graft,有太 layout such as the person, the person, in-to- armor, results are you 如同樣刺激的話 相信你在超过40年临床上的经验 可不可以帮听众分享一下 如果真的不幸运了 发现到我们有什么疗剂可以迅速帮忙 我先讲讲一讲一般被塞咬的疗剂 正观人,我们可以看到AM730的布置 如果大家有机会有印象,肥肤一块块都肿了 很明显是一种严重过敏的 如果我认识同流疗化的朋友 一看这个资料,便会想到疗剂是黄蜂 黄蜂咬身又红又肿了 黄蜂的肿是冻肤舒服的 如果你发现这个情况 如果你问他,肥肤舒服,冻肤舒服 他说,我口着冻肤会舒服的 那你一定会想到疗剂 第一个疗剂就是黄蜂 APUS的疗剂 一般性,比这些床室或者什么室咬也好 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有痕又有痴 通常我们会想到首选才用Calladium set Calladium,蔓延青 我很多时候用蔓延青,我会用很多痕 尤其是阴暴痕 或者我最近有个小朋友 在阴度那里可能有包皮关系 他很痕的,经常要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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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得来摸下去是不热的 浓风的皮肤温度 还有他发现涼和冻肤会舒服 和黄蜂不同的地方 黄蜂是种出来的 黄蜂是会热的 摸下去皮肤会感到痕 但黄蜂摸下去是不太痕 大家都是冻肤会舒服的 这是用针痕的疗剂 还有一个疗剂叫purexpurean purexpurean是什么疗剂呢 就是在塞里做出来的 将整个人的塞 将它硬碎 制作成疗剂 通常用塞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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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烧烧的 或者感觉是异常的痛 金丝图跟神经痛是特别有关的 所以遇到特别痛 不应该这么痛 想想金丝图 另外一种是Saphisagra Saphisagra是飞燃草 通常是被蚊咬的 或者飞燃草可以吃了之后防止蚊咬 在早年和疗化的资料舒适 很多小朋友同志军露营之前 会去和疗化的药房买Saphisagra 大家吃吃吃吃吃点 蚊就不会咬你了 这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 除了这几只常用得着的疗剂 还有一个是醋酸 有时候醋酸是一般性可以用的 准备咬的东西痕痕 有些会用茶醋 其实醋酸也很有帮助 当然如果有疗剂 用疗剂的份能的醋酸 不然用普通的醋也可以 可以外敷外茶上去 另外一个可以外敷的就是沉麻 Earlic urin 这些是咬的情况可以用得早 当然我们可以预防被咬 用Lavender 香氛油 有时候用苹果草也可以 苹果草可以塗下去 我用苹果草可以塗下去 甚至用梳打水 把梳打水沖了之后 还有一个就是预防被拔咬 有维他命B1 大约100mg 每天吃一粒 除了用飞烟草之外 可以用维他命B1 当然来 也不是很多机会去医治这些症状 因为香港可以这么说 很多都没有这些病 没有什么藏室 都不会想到严重 要找到疗疗 通常可能是西药等东西 自己也医治的 但我有一个案子 印象很深 这个案子 病人总是觉得 他的腿部好像在右边 他的下腿 他经常觉得肌肉是拉住的 只有一条 只有一条 只有一条肌肉是拉住的 在大腿后的肌肉 有一条肌肉拉住的 他说 他有记录很久 从小已经有了 你大概记忆是怎样会出现的 他感觉上他小时候是搭电车 以前我们香港的电车 是用那些躺的 躺的 他自己觉得 好像电车搭的时候 是有东西咬到他 很明显有东西咬到他 可能是在室里咬到他 在床室咬到他 自从当时咬到的部位 他过了 走走走走走都没事 但自此之后 他肌肉拉住 一条肌肉一条肌肉 是很紧的 这怎么算好呢 他是十多岁的时候 到几十年后 问题还在 幸好遇到同类疗化 我们就找到一个疗剂 叫做CMAX CMAX Lactularius CMAX Lactularius 其实这是一种臭虫 温大的臭虫 我用回咬他的臭虫 成为一个疗剂去医治 他 我给了他之后 很快一个星期左右 那种几十年症状就消失了 所以你想想和他疗法 真是一种惊人的治疗工具 所以我也希望尽量将我几十年的经验 不要浪费了他 尽量在网上和大家分享 除了有时讲的 就是个人的清洁卫生 现在讲的那些床室 其实我们平时家居 我们都可以有一些方法 可以做一个预防 不要理会是否在哪里 走回来还是去室 但我们刚才医生提到 有疗剂 也有沉满 现在香港地 可能是沉满 可能沉满 可能沉满就比较多些 我们可以通常用的床单 床室那些用热水来浸泡 也用一些比较天然的 不要用化学药品 比如刚才用香薰仁 例如芬衣草 做一个噴霧 可以噴在床上 驱拾那些工具 还有天然的 例如芬衣草 芬衣草 芬衣草 薄荷 薄荷 这些很简单的一般 尽量不要用太多的化学药品 或者避免用化学药品 因为情况可能是极必反的 我们的床墓 尽量用一些比较天然的物料 因为有时可能 夹杂了很多化学药物料 或者其他不干净的物料 就会带来身体上的 化学药物料也有影响 不要为了搞一样东西 就用其他化学药物料 影响你的身体 还有天然的物料 有些比较漂亮的 家居一定要保持清洁 不要吐出很多蚊子虫 无论是床室也好 床门也好 这些是个人的清洁 家居卫生也要的 如果你真的有木家丝 可能也要看清楚 用一些天然的物料 例如我刚才说 用了一些香粉油的清洁 或者有时有些 例如植棗 用植棗粉 植棗粉 植棗是很小的 植棗粉 通常灑在床架上 植棗 植棗会死掉 导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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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可以利用的 有些健康电 有些好健康电 你也有机会买到的 我英文叫做Diatomaceous GERF 导臣的 是一种在海洋里深处 很多千至万年的 配殻类的 屍体的磕 导臣的营养素很好 营养素很丰富 现在有些吸层机 有空吸一下 相信很多家庭都已经有 有在这里 就要用才行 不会放在这里 那些昆虫 不会看到那些东西 就会怕不进去 只要你用到它 保持清洁 就不会滋生到这些昆虫 多谢营养声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提及的疗剂 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与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cs.naturalhealing.com.h 如果想重溫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营养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